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美国的卫生总监上个星期他宣布说是孤独被认定为一种公共卫生的叫做流行病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在美国普遍存在的这个孤独啊实际上是一种叫做健康风险 他几乎和每天抽十几根香烟那个抽烟对身体的危害是相同的 而且呢他这个面积还比较广啊也就是说范围比较广 在美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曾经有过孤独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呢聊一下一个人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啊老人啊 这个他和周围的社交圈子的和周围的家人的联系越多的话 越紧密的话那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就会越好 如果要是和这个社交圈子断裂的话 那他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况就会出现问题 对除了美国的CDC的公布的这些数字以外呢 我们今天也参考了哈佛大学长达85年的一个研究 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的名字呢叫做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翻译成中文就是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 他说这个发展这有点是一个大的字 基本上就是对成年人的研究 这个研究的主要的负责人 因为他是一代一代的嘛 已经这么多年了 一代一代的呢 现在的这个人叫Robert Waddinger 这个人呢 对于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呢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听一听 The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may be the longest study of adult life that's ever been done For 75 years we've tracked the lives of 724 men year after year asking about their work their home lives their health and of course asking all along the way without knowing how their life stories were going to turn out 注意他说的是75年 但是这是10年以前 他做的演讲 所以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第85年 他现在依然是这个项目的 主要的负责人 他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研究 是人类罕见的 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就这么跟着720个人 跟着他们的研究 而且这720个人 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就是我顺其自然 对不对 你这个走到哪里 你的生活我就跟到哪里 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可笑啊 你跟着我研究什么玩意儿呢 我这生活平淡无奇 我没问你这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 收集这传统员的故事 也这意思 很多人误以为 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 在这个平淡当中呢 确实很有趣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这不是刚才你说的吗 就是说五分之一 你刚才说好像一半 对 我说一半曾经有过 孤独的这种感觉 他就是他这个 前面我们删掉了 我们就没有播的一部分 他就说很多人说 让你幸福的是什么 什么名利呀金钱 什么旅游啊 你就说吧 能说出一大堆来 他说都不是 他最后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人长寿和快乐的 那个最大的原因 是人际关系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那个loneliness 孤独 chaos 导致你折兽 然后他就是 最后他干脆就period 没别 没有没有 没第二 说那还有什么第二 没就这个 人际关系 那么最后 我们听一下 这说得好 真的棒 就是这个人际关系 不是说我有两个朋友 高宁也一百个朋友 高宁就比我开心 或者说高宁是单身 我是结婚的 我就比他开心 因为我有个太太 比如说他没太太 比如说那么这样 我不是有个人 不是 这quality 对 人际关系的质量 也很重要 咱们中文常说 什么酒肉朋友 对不对 那有什么用啊 他说的夫妻这个很重 他说这种啊 常年处在对抗状态的这个 这更糟糕 还不如离婚 还不如离婚 所以 然后他说一个50岁的人 说他这个人际关系很顺畅 或很棒 有很好的朋友的人 到80岁 能够还是这样 对吧 对 所以呢 这个 其实 我们 我跟中训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 其实特别 能说你自己 咱们还差着24岁 我们都是属于这个boomer 这一代 那么你想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其实更珍惜的就是老朋友 我们所说的什么老同学啊 老朋友啊 见面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起这个聚会的时候呢 是格外开心的 因为同时可以聊很多事情 而且可以 因为双方 因为大家之间彼此都有一些了解 对个人的 个人的状况 什么家庭的情况 事业的发展 基本上都了解 所以呢 在一起谈起话来呢 好像就是说 一个 你说一句东西 不用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 他就会知道 他就明白你说的东西啊 然后双方之间就 或者大家之间就基本上 可以说是 可以到无话不谈的程度 那这个呢 说实话 是要保持的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您这个朋友圈啊 尤其是老朋友啊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有的人病了 有的人这个搬家了 有的人 这个交谈起来 或者是聚会的时间 不那么方便了 比如说生病了以后 只能待在家里头 或者没有人给他开车 送他过去 我说的是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研究突然发现说 到了人上了一定的岁数以后啊 要交一个新的朋友 或者交一个新的朋友圈 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 所以这就是回到了 我们今天说的老人孤独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 我们今日话题做了一个专辑节目 叫做给瑞典打电话 还记得吗 我还真的给瑞典打电话 如果大家还不记得的话呢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当时瑞典政府啊 读出信财 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就让公民呢 做志愿者 就是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电话系统 谁愿意接电话 你几点钟可以接电话 你都登记在这儿 然后呢 你必须会讲英语 然后全世界的人呢 都可以打电话给你们 而且这个电话是免费的 瑞典政府复制钱 我也不知道 当时怎么做的 我忘了 当时我们就真的给一个瑞典老太太打了电话 他是给瑞典做公关的 就是说我们这样 那么当时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很多老人很孤独他身边没有办理 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么一个大型的项目 在全美国全世界推广 叫做给老年人打电话 你讲泰国语 讲日语 讲什么俄语随便啊 因为讲任何语言的人都有 然后你就在这么一个中央系统登记 你登记了以后就说我可以 我愿意 我愿意贡献每天下班5点到5点20这个时间 比如说或者另外一个人是早上4点到4点45等等 我这个时间也贡献 那么任何的老人孤独 他只要讲阿富汗语的话 我讲阿富汗语 请给我打电话 我想这一下会在全球造成一个轰动 因为这个老人就再也不用孤独了 他就可以想我现在很孤独 我看看啊 这个里面我是讲阿富汗语 我这一拨通电话呢 他那个自动系统就把他 在这个时间就接到那个人了 那个人可能在伦敦 或者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土耳其等等 但是跟朋友聊了一下发现有问题了 这个想法很了不得 但是你想想这里面有可能出现多少诈气啊 这个里面老年人有时候过度信任呢 或者什么 谁在背后做这个安全的保障呢 那出了问题以后是告谁啊 等等等等 所以也就作罢了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听众当中又有心人 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的话 那么这个想法 如果你能继续的话 您就看看研究一下 他的可行性是怎么样 这样的话老年人可以逐步出户 那么在早上八点 我现在我想我想跟人的聊天 我看看啊 哦 讲中文打80074444多头 我变一打 那么这个时候 全球在这个时间有可能接电话 就跟Uber一样吧 有可能接这个电话的人就登记了 实名登记 那么到时候出了诈气的时候 我就找你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对 那说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回到的主题 就是既然身边的朋友是在出现减法 那么能不能靠一种电子的方式 或者是社交平台的方式 来扩大我们的这个交友 对 这想法确实是非常棒 现在呢 你看啊 有了社群网站 有了社群媒体啊 其实我相信华人当中 可能人手一击 然后这个每个手机上呢 几乎都有那个微信 微信上又有视频的这个功能 所以实际上 让现在的交流 比十年前 刚才我们听那个哈佛大学 那个老人发展中心的那个 十年前的那个情况 那方便多了 比那个给瑞典打电话 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 差不多了 对 也方便多了 现在有了社群媒体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社群媒体 它照理说 发展出来什么视频电话 这个免费的微信之类的通话 比以前方便的多了 但是为什么感到孤独的人 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呢 实际上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研究发现说 你在社群媒体上 每天待花的时间 超过两小时的话 和那个花的时间 不到三十分钟的人相比 感到孤独感 就是花两个小时以上 在社群媒体上的那个人 感到孤独的这个情况 比那个不到三十分钟的人 居然多出一倍来 但这也没办法 我们看到的 刚才说是CDC的统计吧 对 他是那个 他是surgeon general 对 surgeon general 是什么健康总监 还是什么 卫生总监 就是印在香烟上那个 对不对 说吸烟有害健康的那个人 surgeon general 他的提出 他这个报告中也说了 他说二十年前 人面对面的交流的时间 是差不多六十分钟 现在是二十分钟 今日话题 欢迎据收听 并有中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孤独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相信当然这个调查是美国的 但实际上在世界各国 大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孤独 尤其是当现在这个单人家庭 或者说是单人独居的这个情况 是越来越普遍了 在美国过去六十年里边 这个单人家庭已经增加了一倍了 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呢 尤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他既 比如说要么就是离婚了 要么就是老伴去世了 要么就是没有和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 单人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头 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呢 那当然就孤独感就会增加 再加上过去这两年来的那个疫情啊 更造成这样的情况 变得突然非常的严重 那么他除了影响老年人之外 对15岁的24岁年轻人的影响更加严重 以后这些孩子是拿着手机 在电脑上头长大的孩子 他们在社群媒体当中 在什么TikTok的时间花的远远要比 他的上一辈要长得多 反而他们可能孤独的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面和人交流的时间啊 我看一个统计数字说是减少了差不多70%啊 这个情况就引到了接下来我们说的社交平台 因为很多人所谓面对面的这样的机会 在减少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下面的向社交平台转移 社交平台在这种时候呢 他不是一个人画手机 这个时候他就能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Carol Leslie的故事 他78岁 他曾经有一个叫做闺蜜邦 这个闺蜜邦呢 除了他以外还有五个人 都是女性 和其他的五个人不一样的是 Leslie呢 Carol Leslie Laskin 她是唯一的一个没结婚没孩子的人 其他那个五个年纪比较大的女性呢 都是妈妈级 可能都是祖母级的这样的人物 所以他们定期的会见面 面对面的见面 但是接下来在两年的时间里 那其他五个相继离世了 全没了 就在两年的时间里 有心脏病的 有癌症 还有一个被车撞死了 还有这种事 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现 他陷入到孤独 同时呢 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交朋友这种事啊 还不是说 我现在孤独了 我就教一个 对 这个闺蜜啊 是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取代的 我不是说换一个人就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陷入更加的一种困扰的状态 后来还是惊人提醒呢 他觉得我试试网路吧 他就在那个 2016年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平台上吧 就开了这么一个交友的群吧 后来他那个闺蜜呢 从过去的五个 叫现在有个叫巴女 叫定期见面 巴女俱乐部 巴女俱乐部 对 对 他在网上就开始 因为五个闺蜜啊 就是相继离开他了 有的是可能还有两人是不是搬走了 其他的几个人呢 因为得病啊什么的就去世了 因为那几个五个人都比他年龄还大 你想他已经78岁了嘛 所以他健康状况 马上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过前段时间什么中风了 心力衰竭了 脑流了都出来了 后来他就决定 刚才说了 就在网上就成立这么一个 就是专门讨论老年话题的 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然后呢 居然还找到一些 就是俱乐部里边情同意合的人 只不过都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在甚至在不同的国家 这些尽管有好处 就是说可以在这个群里边 相互之间交流啊 这个感情感方面的支持啊 但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忙 也没办法实际见面 你比如说他想要去医院的时候 他没法开车 找一个人想去开车 你不能说是从希腊 把你的那个闺蜜招来 给你开车来啊 不行啊 他不住在这个附近啊 所以这个呢 是虚拟往这个交友的一个 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 然后他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参加了一个叫虚拟的 叫旅游网 这些人没法真正的去欧洲旅游 去这个爱情海去旅游去 但是他们可以在地图上先找到某一个地方 大家对这个地方都感兴趣 于是他们从网上搜一些照片 搜一些幻灯片什么的这个video视频 然后双就是大家在网上来讨论 我们应该到哪去 煞有其事好像是真的去一样 但实际上并不是 可是问题从通过这些爱好 通过这些这个网络的群组呢 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朋友 你说的很对 就是大家其实去哪不重要 是看幻灯也好 是看什么照片也好 看视频也好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咱们在这说一个虚拟的理由 这个过程中咱们进行了45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20分钟 你知道你那45分钟 或者一小时20分钟的干什么呢 你在跟人交流 你在出在一个大脑 一个活跃的状态 你在参与到一件事情里面去 而这个呢 也在这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就是在我们这一次亚太义传统乐 收集故事当中呢 也有一位退休人士 他名叫池伟 池道的池 伟大的伟 他贡献了一个叫生活充满阳光 讲的就是一个退休人士呢 他的生活 怎么能够摆脱看孩子 因为我们知道 老人啊 看孙子啊 看什么吧 大家都觉得叫做天伦之乐 人家池老师啊 在他之前去这个故事的描述看 应该是一个作家 他说这个里面还有叫难言之苦啊 你知道吗 然后就讲到了一个老人在洛杉矶生活 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个呢 请大家期待啊 这样的一个故事 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也是传递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的老人呢 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的 哪怕是身体 不是就是大脑 处在一个活跃的状态